HELLO 大家好我是黃小米 我是本週的VogueGirl 那最近呢有很多專櫃唇彩出了新品 所以今天就來幫大家試色 然後還有我推薦我喜歡的色號吧 那我第一款要分享的唇膏呢 就是香奈兒的星戰唇膏 這款唇彩我覺得它擦起來是屬於它主打的保濕顯色嘛 那我自己用起來我覺得它是有點像是一個水膜在你的唇上的感覺 很服貼 然後我覺得延展性也還不錯 那我自己試下來我最喜歡的是玫瑰木的色系 我覺得這色系超特別 它的粉色調的我覺得很有質感 所以我自己私心是很喜歡116跟118這兩個玫瑰木色系 但兩個也是有一點點不同 那118的話我覺得它就是很正宗的玫瑰木色 我自己很喜歡這種帶土中色調的唇彩 就是比較歐美感一點 第二款我要分享的是Dior的超完美持久唇录 我覺得這個質地出的是正式時候 因為其實現在大家常常要戴口罩嘛 那這款唇录它主打的就是不沾杯然後又持久 然後我自己很喜歡它的地方是 它雖然是唇录 可是它其實是比較液態的質地 所以擦在唇上的時候你不會感覺到那種厚重感 是那種很輕盈的感覺 那我喜歡的色號呢幫大家精選了兩個 一個是100號 100號呢它是那種杏仁烤奶色 我覺得這個顏色呢它裸得很好看 它上去因為它的質地是很顯色 所以你並不會覺得它沒有辦法蓋你的唇色 所以我覺得有種MLBB唇的感覺 然後另外一個顏色呢是820 這個顏色就是我自己看到會一見鍾情愛上的顏色 它很漂亮的那種有點像是玫瑰土棕色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個顏色擦在唇上會非常的有質感 所以推薦給大家 Bobbi Ron的迷戀親吻果凍唇膏 它竟然叫果凍 你看它包裝有多可愛 而且我很喜歡它的設計是它這樣子按壓 然後你再轉出來 它其實是比較不容易在包包中打開的 再來就是它連唇膏的膏體都是做這種這樣圓形凸出來的 我覺得是很猛感的一支唇膏 它上起來的那種妝感啊 就是潤唇膏加唇膏的一個組合 所以我覺得是今天的所有新唇彩中 它的滋潤度保濕度是最夠的 然後你不需要上護唇膏它就會很滋潤 然後也可以去修飾你的唇紋 那HONEY這個顏色呢 我覺得它是屬於比較那種蜂蜜粒子色 它上起來是有一點點圖中感 但是不會太有侵略性 所以你淡妝也很適合 那另外一個Cranberry呢 我覺得它就是 Bobbi Ron他們家很招牌的這種 帶一點點莓果色調 但是它並不會很難駕馭 就是不會像烏婆色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一般女生一定也會喜歡 接下來呢是GUJI的金色流光唇膏 那他們家的唇膏呢 我其實前陣子才剛拍影片分享 我覺得你買的不是唇膏 買的是藝術品 因為它的包裝真的非常的有質感 像它這次的新品呢 它是一樣的維持這種金色的包裝 但是它上面呢其實是那種 有點復古胸增的圖案 如果你有去看他們家的形象照 你就會知道GUJI BEAUTY在營造他們的彩妝 是非常的用心 那再來這支流光唇膏呢 它既然叫流光 其實它的質地就會比較像是流離的那種光澤 它也是屬於那種不需要擦護唇膏就可以直接上的唇彩 是很潤然後很保濕的 那我自己最喜歡的色號呢 幫大家挑了兩個 一個是5155 515這個色號呢 是我覺得它上起來不會帶有太侵略性的紅 它有一點點帶橘色 可是不是那麼的橘 所以我覺得它是亮一點點的紅色 這個紅其實是比較輕盈感一點點的 那另外一個顏色呢是25號 25號這個顏色 它是稍微帶有一點點櫻桃紅的感覺 這個25號其實是他們家的招牌色 就是你會發現它每一款唇彩都有出25號的這個紅 所以這兩款唇彩是 如果大家有去Gucci櫃上試的話 也可以稍微留意的色號 接下來是YSL的輕挑又光水唇膏 我想大家對這個包裝應該不會太陌生 基本上這就是一支專櫃非常非常經典的唇彩 不瞞大家說我自己其實第一支專櫃唇彩也是這一支 那輕挑又光水唇膏呢 每一年都會推出新色 今年的新色我覺得非常有質感 它叫做薑果色系 就是你擦起來它有一點點介於青春 然後又有一點小成熟性感的 界線中間的感覺 那我自己最喜歡的色號 我幫大家挑了兩個 一個是122 122呢它是最近幾年 非常紅的那種無花果色 它雖然是紅棕色調 但是因為輕挑又光水唇膏 它的質地是比較潤比較輕盈一點的 所以它擦起來並不會口味太重的感覺 那另外一個顏色呢就是我覺得非常招牌的薑果色是129 這個薑果色系我覺得它也是調得很有質感的紅 我覺得它擦起來會給人家時髦感 這個紅也不會到太亮 但是它卻可以去秤你的膚色 接下來呢是MAC的特潤霧光唇釉 這支唇釉呢我覺得它擦起來的質地很厲害 它擦起來不只是一般的霧光 它是有那種皮革的那種光感 有看到嘴唇上的這個光澤嗎 我覺得它是有質感的光澤 再來就是它的顯色度我覺得很厲害 尤其是它上起來就是你完全不需要擔心你的唇況 就是我可能有一些暗沉啊什麼 它完全把你遮得好好的 然後色系的部分呢 我自己私心是滿喜歡他們家的調色 是很有質感然後很時髦感覺的 再來就是如果你去櫃上試 你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它的唇刷 它的唇刷刷頭做得比較小 可是其實你今天上這種唇釉的時候 你比較需要去勾勒這種唇型 它是很好去勾勒出那種很精緻的唇線的 那當然要推薦一下我的愛好色 我自己試了之後呢 我很喜歡第一個就是我嘴巴上擦的這個483 我自己喜歡土棕色調嘛 那這個483是土棕色調中稍微再更重一點點感覺 它有點髒橘色 那髒橘色其實是近幾年很流行那種著色感 那我覺得擦起來就是如果你是比較歐美妝容的女生一定會喜歡的 那另外一支是485 485的話呢我覺得它擦起來是女生會喜歡的玫瑰色 但是這個玫瑰啊它又沒有調的那麼的粉 所以對於就是像我自己不是那麼超級白皙的女生來說 這個粉就是很友善 所以這是我兩個推薦色 愛瑪士的限量唇膏 它是2021年推出的春夏限量版 我覺得他們家唇膏買的不是唇膏 買的是一個信仰 因為你看它連包裝都是非常經典的愛瑪士菊 然後你把它打開之後呢 我覺得它的這個整個手感非常好 連裡面都有附一個這種帆布的袋子 那唇膏膏體本身呢 其實它的管身做的也是有一點點積木感 就有點像樂高的感覺 但是手感是非常好 然後很重很有份量的感覺 那我自己是覺得他們家的唇膏擦起來 是屬於那種比較有一點點珠光感 它擦起來是光澤 可是它上面裡面有一點點那種 波光零零的亮粉 所以你嘴唇在擺動的時候 你會感覺它是有一點點光澤感的 比一般的水光再多了一點點層次感 那另外呢我自己很喜歡的 其中一個色號是17號 17號這個裸色呢 因為現在很多女生啊戴口罩 可能不會上全妝 或是你平常上班只是想上一個淡妝 那這個裸色就是非常的 可以當做你一個日常唇色 但是去稍微修飾一下的這種裸 所以如果你喜歡就是愛馬仕這個品牌的話 一定要記得趕快去搶 因為它真的是限量色賣完就沒有了